当地时间9月7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接受彭博社采访时 再度谈及对华关系 他一方面宣称目前中加关系缺乏和解的空间 加拿大需要睁大眼睛与中国打交道 另一方面特鲁多坦诚 加拿大必须在气候变化等领域与中国合作 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 加重关系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特鲁多对彭博社称 当自己在2015年上任时 曾希望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 但在2018年孟晚舟事件发生后 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他称 加拿大与中国经历了充满挑战的几年 两国遭遇了真正的含义 但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他 特鲁多认为 加重关系目前情况没有恶化 但也缺乏和解空间 他还表示两国关系可能保持稳定 未来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特鲁多补充道 加拿大必须在一些领域与中国打交道 包括气候变化问题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接触 但我们也需要寻找真正可以合作的地方 他说近年来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 明显呈现出两面性 一方面 在一些涉及两国重大问题和选择问题上 加拿大积极配合美国对华发难 严重冲击两国关系 例如在贸易和间谍气球事件上紧跟美国 还不断炒作所谓中国干预选举话题 并在涉台涉港涉疆等 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另一方面 加政府官员频频发出对华合作信号 今年6月 加拿大驻华大使梅建林 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采访时称 加拿大和中国有着复杂多面和非常重要的关系 他认为处理两国关系时 重要的是要关注双方的共同目标 比如气候变化和环境贸易和投资 当被问及是否会将中加关系描述为敌对关系时 梅建林回答 不会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合作伙伴 在某些领域 他们是合作伙伴 在另一些领域 他们更像是竞争对手 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用一两个词语 总结中国这样一个大而复杂的国家或中加关系 梅建林说 8月26日 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部长史蒂文 吉尔伯启动访华 他由此成为4年来首次访华的加拿大部长 加拿大媒体称 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将有助于缓解家中两国紧张关系 就在特鲁多发表上述言论的同一天 加拿大联邦政府9月7日发起外国干预选举公开调查 再次把矛头对准中俄等国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8月10日曾表示 中方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别国内政 加方长期纵容部分加网络媒体官员议员等肆无忌惮攻击抹黑中国政府 并在台湾涉港涉疆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民理案例 支持反华分离活动 破坏中国安全稳定 事实证明 加方才是他国内政的干涉者 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散布者 发言人强调 中方敦促加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不要再散布涉华谎言和虚假信息 不要再误导公众 不要再干扰破坏两国关系 否则必将自食其果